廉政公署早前正式落案起訴 香港飛馬足球會五位前球員 他們涉嫌提供及收受賄款 這一天在灣仔區域法院認訊 案中五位被告陳柏行、李家豪、郭健邦、鄭麗軒 以及李威廉去到區域法院認訊 五名被告除了第三被告李威廉 先前打算透過代表律師認罪之外 其餘四人都不認罪 恐慌提出案件在明年開審 並會傳召十名證人 法官姚勳致決定案件在明年1月11日開審 審訊過程預計10日 李威廉繼續還押監房 其餘四人就獲准保釋 控罪指 五名被告在去年2月至4月期間 提供及收受6萬元賄款 串謀詐騙以操控或企圖操控三場 由香港足球總會舉辦的預備組聯賽賽果 樂視體育關中平報導